北京的永和宫 拥有329年历史 由于出了两位皇帝 被世人视为吉祥之地 据说相当灵验 CNN记者发现 这几年前往祭拜者 越来越多年轻求职者 有 记得很有 对 压力很大 因为压力太大了嘛 然后就是 所以才会出来各种散心啊 然后逛逛寺庙啊 拜一下其神什么之类的 这边有人祈求未来求职顺利 如果找不到的话 就会想来这边拜一下 四月最新统计 大陆16到24岁的年轻人 有五分之一处于失业状态 虽然整体经济看似在复苏 但有些行业提供的薪资 越来越低 职缺越来越少 我就是那个川大哲学硕士 前来都记者 我三四五岁音频到 是音频实习生 都没有音频上的新闻当事人陈涛 这位中年人 好歹也是大陆一流大学 四川大学的哲学系毕业硕士 做过五六年的文化线记者 离开新闻后 他尝试过新媒体 公关网络工作 被找工作 打击到差点要出家 最后跑去送外卖 大陆现在流行四步青年 不搞对象 不结婚 不买房 不要孩子 求职压力山大 年轻人甚至打出 第五步 不消费 整体带出的是 大陆经济上的困境 TVBS新闻 谢谢西 陈向如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